无量寿经科著 第四回学习班 报告十五 尊敬慈悲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同修大德 大家好 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题目 诸善奉行 名为慧 来佛禅寺 贤宫和尚往生前 手捧着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一书表法形象 在这张相片右侧 有来佛禅寺一句法语 非常令人省思 诸善奉行 名为慧 这句法语是贤宫和尚的大智慧及大慈大悲 含义很深 贤宫和尚一声 可以说都是在奉行实践这句法语 从村人偷掰玉米碎 贤宫和尚说 莫着急 你要掰就捡大的掰 另外 双手开挖土地上百亩 供养僧众 成千上万 将供果 食品 分食给猫狗 辛勤劳作 供养五个年迈老和尚 直至他们一个个往生 贤宫总是把钱 贤宫一座印经书放生 或修建当地桥梁防射道路 或捐粮给国家 不计其数 不留分文 贤宫和尚一生 真正做到 诸善奉行 明为会 做到敬业三福圆满 奉行道 性德流露 往生西方 明心见性成佛 此乃至善 上善 佛说 阿弥陀经允 往生西方 如是诸善善人 聚会一处 所以 今天 向师父善人 及诸位大德汇报 使诸善奉行 明为会 净土行人 是否需要行善 太上感应篇会边上讲 所谓善人 人皆尽之 天道诱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谓之 这个是讲果报 我们做人 都希望人家都恭敬我们 如果人家不恭敬我们 那我们要反省 一定是德行有亏 德行不能够显露出来 所以 这个人皆尽之 就像佛陀一样 我们都很喜欢佛陀 因为佛陀 他来这个娑婆世界 已经八千次了 佛陀念念为了众生 所以 我们都很喜欢听佛陀开示 天道诱之 天道诱之 就是得到上天的保佑 我们都希望得到佛菩萨的保佑 护法神的保佑 那你要怎么样得到阿弥陀佛 跟地藏菩萨 或者观音菩萨来保佑呢? 你必须跟佛菩萨 同心 同愿 同行 同德 你必须要跟佛菩萨这样 同样都是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那自然而然 就能够感得佛菩萨给你护佑 这里讲天道诱之 因为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善书 所以 他们用天道 也就是民间讲的上天保佑 福禄随之 福禄寿是世间人都想要追求的 我们佛法讲福报 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福报呢? 那么 就必须要咒那个善因 才能得到那个善果 所以 这个福禄随之 就是我们所要的 富贵 长寿 康明 浩德 善忠 这个五个 我们称为五福 你要怎么得到福禄 五福呢? 你就是要去种那个财师 法师 五味师的因 那么 种血远知 我们都不喜欢衰耗 我们都不喜欢短命 多病 恶事 衰耗 贫穷 这些种血就是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灵护卫 像我们持五戒的人 如果持到清静 有二十五位护法神会护佑你 那你怎么样可以得到二十五位善神护佑呢? 你就必须要五戒持得圆满 才会敢得二十五位护法神来护佑你 也就是老子替替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就是这里讲的神灵未知 太上感应篇汇编经文 善者 人所故有 一处变动 虽是愚夫愚妇 若闻一善事 必定大家称阳 凭你极凶恶 见了善人 也不敢相伴 盖良心之发 自有不能隐者 敬之而言人皆者 必其人之道德 真有可敬 无一人不然也 不敢相犯 见了善人 也不敢去侵犯他 善心善行 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信德 就是老和尚讲的好善好德 所以 这个善者 人所故有 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的 你只要一有跟陈接触 只要能够发着一面善心 这个叫一处变动 比如说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车祸 有人受伤了 被车子撞了 我们当场 有一个冲动 想跑过去帮他扶起来 或者赶快打电话报警 叫救护车 赶快把他送到医院 这个叫做人所故有 一处变动 孟子说的 人人皆有侧隐之心 我们看到旁边有乞丐经过 或者他在起时 我们就会生一个怜悯心 会不施金钱给他 或者不施一些饭食给他 这个就是你的善根深厚 你只要跟陈接触 眼见色 耳闻声 你马上就起了这个善心 所以群书制药里面讲 太上乐善 其次安之 其下亦能自强也 他就跟我们分析 众生的根气里面有上中下根 上根的人 他过去生就是熏习善法 所以 这个太上就是非常根力的众生 人修行到最高的境界 就叫乐善 行善变成是他的生活 信德的流露 就像佛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像地藏菩萨的地域不空 事不成佛 这是信德流露 变成愿力了 这个是最高境界 乐于为善 入平等法界 这个叫做太上乐善 太上即是我们信德 其次安之 其次中等的 他就是习惯为善 他已经把他养成习惯了 我们讲说日行一善 像宋朝的葛凡 他在当宪令的时候 每天做两三件善事 甚至十几件善事 一生四十年没改变 每天都做善事 他这就是其次安止 各凡说 上子公亲 就是做官的 下至乞丐 不论你富贵贫穷 你都可以去做善事 各凡说 比如中间有东西阻挡人家行走 把它移开 这也是做善事 或是倒一杯水 给人家解渴 这也是做善事 所以叫做其次安止 已经习惯为善了 其下一能自强也的意思就是说 最下根的 你要勉强他做善事 例如 我一位亲人想找到理想工作 我鼓励亲人发愿 每个月布施新台币两千元 结果亲人真的到澳洲拿到硕士 回到台湾后 也考上台湾一个跨国大企业上班 迄今每月行善不断 这个就是什么 给他养成 勉励他努力行善 到后来 他就可以提升到前面的第二等的习惯为善 等到智慧完全流露出来以后 就乐于为善了 就变性得了 我们再来探讨这段经文重点 善者人所固有 一处变动 净土行人要不要行善 净土行人要修净业三福 学佛人有一个习惯 我们比较喜欢在家里读诵经典 念佛拜佛 当然这是最好的自修方式 有人说 做善事打闲差 不要做善事了 我只管自己就好了 但是 念佛人要不要做善事呢 需不需要做善事呢 要用怎么样的心去做善事呢 往往有时候很多念佛人会产生这样犹豫矛盾 如果他想去做那个善事 或是参与那个善事 人家说他打闲差 他不能够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我引用《无量寿经浊世恶苦》第三十五品里面讲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 善恶报应 祸福相成 身子当之 无谁待者 善人行善 从得入得 从明入明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黄念族老居士 大金姐 本品广名善恶果报 观经三福中 深信因果 以正以此为劝也 使人愚痴不重因果 或更狂妄 波无因果 过诸金中 反复教诲也 又无一约 诸欧往生阿弥陀佛国者 虽不能大精进 禅定 持经界 大要当作善 彭济秦居士曰 实善本为天业 今以念佛因缘 回向极乐 极转天业而成敬业 何以故 念佛之人能转恶业 何有天业而不能转 事故修禁业者 当尽己力 坚行众善也 这个地方无以提到说 就是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谁不能大精进禅定 我们不够大精进 像台湾联姻寺颤公老法师 他每天拜佛五六百拜 道政法师也是一样 甚至有些修行人 两点三点就起来做早课 而且通声放下 谢绝一切明文立养 完全跟五欲六臣隔绝 例如果清律师 持戒精进 尘点不染 早年外出弘法 事者未在旁 结果等到 一上午的公车 均未上车 直至一居士起疑 问之 才知亲公和尚 因持不捉经戒 身无分文 居士乃送其上车 这个就是大精进 那么禅定呢 他有相当高深的定功 有人日刻佛号五万遍 十万遍 有人一天送 无量寿经一步到三步 甚至有持到一千步 两千步 三千步的 这得到相当深的禅定功夫 像刘素云居士 他用十年的时间 听老法师讲的 无量寿经 他十年之中 得到禅定 所以 他现在能够 心开易解 解形病重 这是他得到禅定 持经戒 他能够把五戒 比丘戒 菩萨戒 持得非常清净 这些都是修行 非常精进 用功的行者 他们能够 往生 极乐世界的资粮 这个地方 提到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 像他们这样 大精进 不能像他们这样 得到禅定 也不能够 把戒 持得很清净 那一般众生 要怎么办呢 无意里面有提到 大药当作善 佛菩萨很慈悲 再开一个方便法门 给我们 再开一道门 给你进来 即大药当作善 也就是 贤功和尚 诸善奉行 这也是 印光大师说 佛敏众生 无力断祸 难了生死 故特开 仪仗佛此力 待也往生 至横超法门 无论断祸 与佛 若具 真信 切愿 持佛名号 此事正行 即修行 众善 回向往生 此事 助行 彭济清居士 是清朝佛教界的大德 老法师经常提到他 彭济清居士说 实善本为天业 照理讲 五戒实善 持到上品 可以当天人 但是他出离心 还没有出来 所以不能够出三戒 所感得的果报 是天道 故有肉也 他说 既以念佛因缘 回向极乐 三个回向里面讲 回因向果 回是向理 回小向大 回是向理 就是回向极乐 既以念佛因缘 因为你念佛的缘故 你把一切的实善业 都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回向极乐 你不求来生果报 印光大师跟我们开示 你要深信切愿 怎么样才可以叫做深信切愿呢 他说 你不能求来生果报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天人 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国王 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出家人 印光大师说 印光大师说 通通不行 若有此念头 那个不叫敬业 那叫做染业 你染灼了 他说 这样不叫深信切愿 你不能够往生极乐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于某军事书 带了于诗作 说 良已在凡夫地 未断祸业 生死不了 难免堕落 所以如来即劝众生 发真信心 即切愿心 持佛名号 求生净土 当已供养三宝 守戒一生 一切所作 种种功德 不求来生人天福报 不求现世 长寿康明 唯求临终往生净土 则与佛事愿相弃相合 感应道交 定满所愿 如人堕海 有船来救 若肯上船 即登彼岸 求人天福 不求往生 如不上船 难免沉溺 活欲令辱 超凡入圣 辱雀愿得有漏之福 福报一尽 永舵三土 如摩尼珠 用谈黄雀 所得者少 所失者多 可不息灾 以井醒烟 偶疑大师 有跟我们讲 往生于佛 看信愿 品位高下 看功夫 所以 先决条件是 前面那个 身信窃愿 是摆第一 功夫高下 是摆第二 你说 我一天 一万生佛号 乃至于 五万生佛号 那是品位高下 但是先决条件是 前面那个 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身信窃愿 就是发菩提心 那才是 真正关键所在 如果你没有 身信窃愿 一天哪怕是 一万生 十万生 还是不能往生 你只是修道福报而已 因为不回向极乐 欲佛愿相为故 即如人堕海 有船来救 若肯上船 即登彼岸 求人天福 不求往生 如不上船 难免沉溺 所以 印光大师说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要斩断这个 希求 那么 对照 彭继勤居是讲的 他说 实善本为天业 现在你 与念佛因缘 回向极乐 接下来 他怎么讲 急转天业 而成敬业 所以问题在哪里 问题不在那个善事 问题在那个心念 他无助啊 你转成敬业 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 不住色生相畏处法不失 着相及天业 离相及敬业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事 而是在你的起心动念 你转天业为敬业 是回向极乐 那何以故呢 念佛之人 能转恶业 彭继勤居士说 念佛的人 他能够转恶业 恶业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贪 吃慢 疑 黄念祖老居士 跟我们讲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转掉六根 接触六成的 百千万亿的 妄想杂念 这就是念佛之人 能转恶业 何有天业而不能转呢 彭继勤居士这一段 讲得非常好 他说 念佛都可以转恶业 那为什么不能把天业 转成敬业呢 你看彭继勤居士把问题讲出来了 要不要行众善 彭继勤居士说 坚行众善 什么叫做当尽己利呢 就是印光大师开始说 我们要学愚夫愚妇的修持 印祖劝我们要放下 一定要把求强求胜的那种心 要放下来 你要学愚夫愚妇的修行 他说 念佛人是以净土为依规 对世间事要怎么办呢 印祖跟我们开始 随缘随分 有姻缘来了 你就去帮他做 就是这里讲的 当尽己利 奸行众善也 下面这一段 黄念祖老居士 把它整理出来 非常的好 我们常常听老法师说 鸟科禅师的故事 跟白居易的对话 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过程 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 而亲之者 唐鸟科禅师 以吹布毛 是弟子会通 弟子误入 以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是白居易 白云 此二句 三岁小儿 亦说得 鸟科曰 八十老翁 行不得 以此二句为浅 吹布毛为身者 白居易也 以此二句 与吹布毛 平等无二者 鸟科禅师也 一迷一物 何斥天渊 若是缘人 法法皆缘 人天成 即是一佛成 又何能亲之也 静宗之妙 再于照真打俗 若广行众善 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 且成为敬业之助行 辅身信愿 持佛名号 则自他兼利 常乐无极 黄念族老君士又说 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 而亲之者 就是刚才我们在探讨的 净土行人要不要行善 这里就帮你讲出来了 有些人就会说了 哎呀 你行善 那你会得人天成啊 哎呀 不要去做了 而亲之者 就是亲事了 黄念族老君士说 唐朝鸟科禅师 以吹布毛是弟子会通 唐朝鸟科禅师 也有人讲鸟巢禅师 因为他是住在树上 搭一个小毛棚 像一个鸟巢一样 他修的境界非常的高 禅定功夫非常好 这个鸟科禅师 他怎么去教他弟子呢 吹布毛 就是布上那个非常维系的毛 就把它吹一下 以吹布毛是弟子会通 会通是什么呢 会通是禅家的用语 教你气会 老和尚常在讲经时说 你会吗 那个会就是气会 就是气入了 气入哪里 气入法界 气入心性 就是消归你的自性 就是要悟你这一念心 这叫你会吗 鸟科禅师就吹布毛 来告诉他弟子 怎么去气会这个心性 希望他的弟子 能够误入自性 他就以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八个字来教他弟子误入 这八个字大家都会念呢 诸恶莫作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可是我们每天毛病不断了 每天还是一样 住向生心了 每天还是一样 起心动念了 我们跟陈接触的时候 马上就起无名了 习气毛病就发作了 那情绪就来了 我们问自己 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我不高兴了 对不对 我讨厌了 我排斥他了 我嫉妒他了 所以说 你根本做不到诸恶莫作 所以这四个字很简单 但是你做不到 反省一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们做到吗 真干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明理 误得不够深 老法师说 依六祖谈经标准 本来无一物 我们有一妄念 即是恶 依了凡思讯标准 一念为自己 即是恶 依太上感应偏标准 苟莫非以而动 背离而行 即是以恶为能 依佛陀教会我们 违反性德 即是恶 所以我们没有做到 诸恶莫作 即是我们没弃辱 不能弃辱 即不能与自性相应 所以不能感应道交 因此不能改变 因此不能改变 也消不了 所以说你不会 我们一般讲就是什么 你明白是糊涂 对不对 境界来 我们根本做不了主 所以这个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鸟科禅师用这样 告诉他弟子 鸟科禅师也用这八个字 送给白居易 白居易来请法 是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朝的诗人 而且是当官的 跟佛有缘 那白居易就说了 白居易 此二句 三岁小儿易说得 他说 啊 这两句太简单了 三岁小儿都可以说出来 可以念出来 鸟科禅师说 八十老翁行不得 三岁小孩可以说得出来 但是八十岁的老翁做不到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 不再起心动念 攀缘取舍 每天毛病习气一大堆 怎么断都断不了 每天虽在念佛 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不断 还是一样千贪计较 然后再做错事 说错话 又跑到佛前去忏悔 老和尚说 又骗佛菩萨一次 没有办法自己有关照的智慧 所以 李炳南老师说 一万个念佛人 只有一点未往生 原因在此 这便是喊破喉咙 亦枉然 跟阿弥陀佛结个缘 修一点福而已 黄念族老居士说 以此二具为浅 吹布毛为身者 白居易也 以此二具 与吹布毛平等无二者 鸟磕蝉失也 一迷一物 一迷一物何斥天渊 若是缘人法法皆缘 人天成 即是一佛成 又何能亲之也 黄念族老居士说 黄念族老居士说 你以为这两句很浅 即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以吹布毛为很深 白居易也 这是白居易的修行境界 大词念老又说 以此二具 与吹布毛平等无二者 鸟磕蝉失也 以这两句 与吹布毛是平等无二者 这是鸟磕蝉失的境界 真实功夫 你看鸟磕蝉失 入平等法界 入不二法门 谁有办法入不二法门 打破能所对待的人 鸟磕蝉失 他把这两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跟吹布毛 视为平等无二 没有分别 妄想 执着了 他没有四相的对待 没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的对待 鸟磕蝉失也 黄念族老居士 这样说 一迷一物 何至天渊 他说 一迷一物之间 何止 只有天渊之别 若是猿人 法法皆猿 老法师说 猿人说法 无法不猿 哪一种人 是猿人呢 我们天台宗里面讲 藏通别猿里的 猿教佛 猿教的菩萨 叫猿人 猿教里面 破一品根本无名 分正一分 长极光净土 这种菩萨 叫做猿人 我们一般称 叫法身大事 等到四十一品 无名破尽了 那就正得大圆满 就敬佛 所以 若是猿人 法法皆猿 人天成 即是一佛成 黄念族老君士说 鸟科产师 入不二法门 入不二法界 才有办法 做得到 人天成 即是一佛成 又何能 亲之也 又怎么能 亲世他呢 他说 静宗之庙 在于赵真打俗 静宗这个法门 他殊胜的地方 在于赵真打俗 这个赵真打俗 是我们无量寿经 注解 说 福静宗之庙 在于 不离佛法 而行侍法 不费侍法 而正佛法 不离侍法 及假观 境界非常的高 用真诚心 念这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就是真俗等观 我们天台宗里面讲 空观 假观 中观 这个真就是空观 这个俗就是假观 空观就是什么 他放下见私祸 沉杀祸 这叫空观 但是你正得空观后 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发菩提心 何光同尘 要从空出假 到假慈行 到世间去普度众生 这个菩萨做得到的 从在 从假入中 入中到实相 这在天台宗里面 假叫中观 就是入不二法门 他平等无二了 所以 所以照真打俗 就是平等无二的境界 他是真俗等观 那什么人 可以做到照真打俗呢 最少要法身大事以上 才有办法 他是真俗等观 平等无二 若广行众善 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 且成为敬业之柱形 我们对于世间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周边 我们能够随人随分 印光大师跟我们讲 随人随分去做 这叫造福于当前的社会 而且把它回向极乐 叫成为敬业的柱形 敬业的资粮 然后 你在赴身信愿 在身信切愿 持佛名号 则自他兼力 常乐无几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能够自力又他力 自他两力 正得常乐我净 常乐无几 就是往生净土 这一段我们特别把这个 善者人所固有 一处变动 因为它是我们的性德 我们敬业行人 要不要行善 需不需要奸善 那么刚才 引用黄念祖老菩萨的开示 以及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 做印证 我们只要把每一件善事 都能够回向极乐 那他就成为敬业的柱形 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 这个三资粮就可以能够圆满具足 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至此 请请师父上人教诲 若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 阿弥陀佛 我们同学大家 读了 看了 黄菩萨的报告 读上奉行名为会 特别 是在我们现前的环境里 现前是什么环境 世界社会 世界社会 动暗 地球 灾变 繁动 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每天都看到 似乎叫人感觉到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不是十年十年比 一年一年比 好像一天比一天严重 有这样的感触 我相信 有这样的感触的人不少 这可不是小死 是大死 是大死 动乱更和平 是相对的 和平 从哪里来的 从心善来的 动乱 灾变 是从不善来的 牲口一三叶 我们每天看到这次 在细心观察 现在的人 无分老少 你观察他 他在想什么 他说的什么 他干的是什么 于是乎 你就明了 今天 现实 就是果报啊 果必有因 佛在经上 常常教导我们 我们要记住 一切发从心向神 所以 社会动乱 地球在变 谁负责任 自己负责任 我们要反省 我的心心 尘不尘 经常讲得很明白 贪心 感到的是水灾 海啸 跟 他 有关系 成辉 干的是火灾 火山爆发 日本 有火山 印度尼西亚 有火山 美国的黄石公园 是世界上文明的 最大型的火山 火山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 人要常常发脾气 催化他 干了 火山就有印了 成辉 愚痴 感到是风灾 最近这几年 常常看到 资讯里面报道的 美国的龙岳风 对地面上造成 严重的灾难 愚痴 傲慢 感到地震 怀疑 所感到的 山崩 地险 图石流 这些 这些是 怀疑 怀疑所感到的 山崩 地险 山崩 地险 修佛的同学 要相信 这灾难越严越重 我们会不会遇到 很有可能 有没有方法解决 我记得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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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位科学家 在悉尼 开会 他们的会议是两天 第一天 讨讨论 最近 量子力学的进展 做了报告 他要了我 我没去 我通知 我们图文巴学会 学会派了八个人 参加这次 活动 回来之后 写报告给我看 第一天的报告 我们看得很欢喜 科学越来越接近 大臣进教了 这是奥斯基 第二天 这一天 专门讨论 2012 玛雅的灾难越 讨论这个问题 2011年 2012就是第二年 有人相信 相信的人占一半 不相信的人也占一半 第二年 这个灾难 没有爆发 当时 美国的科学家 布莱登 他告诉大家 他完全是根据量子力学说的 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 气物扬善 端正心念 这些灾难自然化解了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佛说的 静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向神 两字流学家 明了这种事情 上有心神 我们心里头 就像布莱登讲的 气物扬善 把我的丢掉 放下 把善 发扬光大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吧 以实善意为标准 一定我们要懂得 断实物意 实物实善意 身口意 都包括在其中 二 不杀神 不投道 不投道 不携引 神 不忘语 不良学 不齐语 不悟口 口意 不踏 不沉 不吃 以 你看 身口意 身口意 毒善 只要有这个标准 这才难就能化解 为什么 物质 是从念头 产生的 这是量子家 理学家 他们最近 二十几年 发现的 物质的基础 物质的根本 就是念头 所以 自己身体健康 的个人 再扩展到 我们居住的环境 然后到底 与我们的念头 关系非常密切 将本波斯的水实验 做出来了 我们自己一些同学 在台南 也开了一个实验室 做成功了 做得比他还好 我们上一次到日本 将近 顺便访问 将本身的实验室 我们去看了 他的夫人 接待我们 我们把我们 所做的这个实验 给他看 他非常惊讶 那我们的资料 送给他 跟他来交流 互相交流 互相提升 证明 我们齐心动念 所有的物质现象 全知道 佛经上讲的 照见无蕴皆空 是讲这一段事情 咱们从前 把无蕴皆空 都讲错了 无蕴是什么 微中子 佛经上称为无蕴 微中子里头有色 就是有物质现象 有精神现象 除了物质现象之外 它有受相形式 那是心理现象 所以整个宇宙 是个有机体 活的 不是死的 美国修兰博士 到我们这参观 告诉我们 我们齐心动愈 卓子知道 椅子知道 天花板知道 地板知道 墙壁知道 你满谁 不但知道 它跟着你产生变化 麻烦这次 善地念头 善地变化 好啊 不善地念头 就是灾难 变化变成灾难了 善地念头 风调雨分了 太平盛世 大家都想服 不善地念头 造成灾难 社会中的 人祸 地球灾变 灾难 这么来的 齐心动愈 多重要 那希望我们 永远记住 诸我母祖 众山奉行 这两句话 佛门提出来的 后面接着两句 自尽其意 是诸佛法 是诸佛教 一切诸佛教化众生 叫什么 就叫这 前面三句 诸我母祖 终上奉献 自尽其 自尽其 自尽其是定悔 前面两句是戒 戒定为三句 戒定为三句 在先前这个时代 我们明白了 我母祖 我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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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 反显自己的过失 有很多同学 我们在一起 常年在一起 毛病稀奇 几十年都改不过来 他不是不想改 进阶线前老毛病就发了 我们知道原谅他 尊重他 不知道的人就结怨恨 他认为你瞧不起他 你轻慢他 就结下怨恨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一声念佛求往生 这是障碍 这一篇报告 黄居士的报告写得很好 希望我们要多看几篇 那认真去落实 尽做五门功苦 不懂我 这五门功苦你能够做好 你是善人 佛门的善人 弥陀第四 二 这个五门要记住 经义三福 第二个 第二个六合金 第三个 戒定会三叙 第四个六伯乐 第五个 普心身运 这不是念的 不是背的 要落实 要常常放在心上 齐心动念 言语造诵 对对 有没有违反 与这无辜相应 好 就是善心 与这五个项目 而被 那就是卧行 善无标准 你每天从早到晚 这一天 是善度 还是卧度 有人在记载 为神在记载 天神也知道 啊 决定不能瞒人 不能不救 啊 我们的心 要万元放下 一心 专求 净土 就对了 这个世界 什么都是假的 断卧修宣 善是随便 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 待人 皆无之处 要注意 断 我 修善 首先要明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悟 啊 这五个 这五个项目号啊 标准在啊 好 我们看下面 这五个项目标准在